网路上出现梗图写最新打卡经典 标注的就是许晓鑫买在金华城旁的中古屋 网友酸度破表 地标还改成超代安心宅 先前网红是超猫野波文 揭露中古屋外观 让许晓鑫忍不住抱怨 我觉得一点道理 一点意思都没有 在我家门口是拍来拍去 用意是什么 你在选举的时候这样子 去这个赖清德的老家 这家也不是赖清德的名字 赖清德也没住在那 你这个更无聊你知道 选前是好声音到赖清德老家前自拍 如今回力标重重打斗自己 他还极力和金华城撇清关心 对2020年他又是派助理出席荣机放宽会议 又是书面直询关心金华城周边都根 之后就买房 让外界质疑是精准投资 前一天还喊炸4000万开卖 名嘴戏虽然又超过5000万 也不是不可能 他如果成为一个新的超级豪宅的话 其他的仲介评估他的价格 低销200万起嘛 28瓶嘛 至少一瓶换一瓶 5600万嘛 今年1月份哦 他周边的实价登陆的资料 成交价是2125万的增值 是337万 但是你买的房子跟你服务的区域 跟你推动的公共政策之间 有没有联动关系 这是大众要关心的 那他将来会不会反对 都根他其实没有讲史哦 在匹青现在他根本不管未来 多根防疫云越演越烈 面嘴温朗东更和徐炒欣 多次隔空交火频频爆料 没想到却收到通知 只要他谈到徐炒欣的节目 都会被一位徐小姐 向NCC检举 而且刘的信商 竟然就是徐炒欣 在台北市议会的公开email 让温朗东痛批 他根本是徐进平 整夜都还没厘清 也不免让外界怀疑 是想先制造寒蝉效应 美新闻综合报道